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个1.1是Concept Alam Melayu 就是你们课本的第4页 第4页 马来世界的概念 所以我一讲1.1就从第4页讲到第7页 到底Concept Alam Melayu 这个Concept 我们今天会从三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Sudut就是Sudut Geography 第二个是Sudut Bahasa 以及第三个是Sudut Budaya 用这三大角度来诠释 去探讨到底什么是Alam Melayu 到底马来世界的概念是什么的 我们现在从第一个角度来看 Sudut Geography 一般上我们讲到Alam Melayu 我们会有一个误解 我们觉得可能马来世界呢 是不是只是在马来西亚 跟沙巴沙巴 或者是马来半岛而已 所以很多人会以为Alam Melayu 就是现在马来西亚 其实并不是 Alam Melayu 这个概念是很广的 它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 只是马来西亚而已 它其实是涵盖很辽阔的地方 到底有多辽阔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 我们从五个著名的学者来探讨一下 到底从Sudut Geography Alam Melayu 指的是这样 第一个是 Professor Emeritus Dr. Nick Hassan Suhaymi Nick Artur Rahman 这位是一名 Ali Archaeology 是一名考古学家 他认为 Alam Melayu 看盖 我这边开始画起来 就是从 Mada Kaskar 还记得Mada Kaskar吗 这个岛 个Tana Melayu 然后 Papuan New Guinea OK 好 现在 Tana Melayu OK Papuan New Guinea Australia New Zealand 个Pulauan Pacific 三百个Taiwan 这个呢 它 是一个蛮 辽阔的 OK 包括Australia New Zealand 一些 Kepu-la-wa Pacific 一些太平的岛屿 Bapuan New Guinea 是这边 我写下来 然后甚至到 台湾 ok 所以 如果根据课本 它的图片来讲 整片 都叫做 Alam Mlaayu 哇 好辽阔 就是比我们认为的 还要辽阔数百倍 所以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马达卡斯卡 马达卡斯卡 马达加斯加 然后呢还有韩干澳大利亚 就是在 澳大利亚就以前的澳大利亚 就是白人来自澳大利亚 New Zealand Bapua New Guinea Bapua New Guinea 最重要的是台湾 这个同学们可能会有一点 莫名其妙 台湾不是华人的国家吗 可是 在 华人 到台湾之前 民主人到台湾之前 台湾的原住民 它其实跟 马来人 是有很 相似的 语言关系 或者很相似的 那个种族关系 所以呢 等下我会分享一个 Bahasa 比如 阿美族 阿美族 其实他们的语言 有些词汇 是跟马来话很像的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很 很大一片的 很大一片的阿拉门来游 所以呢这个是 Datoq Dr Nick Hassan 所说的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 好所以呢他的 他特别的地方是有台湾 有马达卡斯卡 还有澳大利亚 这个是他的特点 好第2个 好第2个是 Addu Hadi Hadi Hassan 他是一名 Ali Akademik 就是一名 学者 他说呢 阿拉马来游 没有任何一个 领域的 和地区 没有任何 和地区 马来游 OK 马来群岛 马来群岛呢 包括整个印尼啦 OK这个是马来群岛 然后 听个 Slatan Thailand OK他能表较小一点点 OK好 马来群岛呢 一般上呢 我们是整个印尼 阿拉马来游 好所以呢 这个会比较小 就是马来西亚印尼 泰南 我们来新加坡 所以坏地方 阿拉马来游 好 到第3个 好第3位呢 是Professor Emeritus Dansky Dr. Beteta Dr. Ismail Hussein OK他是一名 Ali Bahasa 他是一名 语言学家 好他认为呢 Dunia Melayu Malayu Slatan Vietnam Cambodja Slatan Myanmar Seconding Kla Malaysia Indonesian Brunaihda Filipina 好这个呢 会比该第2个大一点点 可是还是小过第1个 第1个最大的 OK好 这边呢 他 有几个很重点的就是 Slatan Vietnam OK Slatan Vietnam Cambodja 然后呢 Slatan Seconding Kla OK Kla Kla 泰国的南部那边 然后呢整个 马来西亚 还有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然后 菲律宾 跟 文莱 OK这样子 OK这个呢就是 Alam Melayu OK这是这位学者 他认为的Alam Melayu 的涵盖的范围 好这边呢有几个 重要的地方呢就是 有包括越南的南部 OK这个是Slatan Vietnam 因为呢在越南南部啊其实在古代越南呢 当地有一个国家叫做Chamba Chamba呢他其实是一个马来王朝的 后来呢是被北方的 越主 南清的 后来灭亡了 所以呢 所以这位教授呢就认为呢 其实马来世界呢是涵盖越南南部 包括柬埔寨 Cambodja 好这个 Seconding Kla 是克拉蒂西亚 就是一个 在泰国南部有一个很狭窄的地方 克拉蒂西亚 所以包括菲律宾 还包括菲律宾 文莱 印尼 马来西亚等等 OK这个是Alam 这个教授所认为的 好 第四个 OK第四个呢是一名外国学者 一个 历史人物 叫做 Alfred Russel Wallace Alfred Russell Wallace 他是一名 Sajjana Bharat 是一个西方学者 好 这个呢他曾经写过一本书的作 The Malay Archipelago 就是马来群岛 OK他认为马来群岛 有包括什么地方呢 比如第一个 马来群岛 到 Panis Panisarine Panisarine 是这边 缅甸南部的 OK Gepula Niqoba 这几个外面的岛 然后呢 菲律宾 菲律宾 然后呢 Sahinga Gepulaan Solomon OK在 所罗门群岛 包括 Tapua New Guinea OK Tapua New Guinea OK然后呢 当然也包括印尼啦 OK 这个呢会比 刚才那个大一点点 这个 排第2 OK 排第3 第1个 最大的 好这有几个 地名要知道的话呢 第1个呢是这个 Nikobar Kepulaan Nikobar Nikobar群岛 Nikobar 然后呢这边呢 缅甸南部呢有一个叫做 Tenaserine Tenaserine 然后呢也包括 菲律宾 然后呢 Papua New Guinea 这个岛 最重要的是由 Solomon Islands OK就是包括 Kepulaan Solomon Solomon 群岛 这几个 这几个在 Papua New Guinea后面的 Kepulaan Solomon OK 好这个呢 也蛮大一下的 所以呢这个呢 他就是他认为的 Alam Malayu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 比较 重要的一些地名 好来 最后一个 好这一个呢也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呢他是一名华裔的学者 叫做 Professor Dr.Ding 出名 他是一名本科技 Manuscript Malayu 是一名 马来 那种文献的 研究者 研究的学者 OK他认为 Dunia Melayu merupakan 什么 Kawasan Malaysia Indonesia Brunai Singgapura Selatan Tailand Filippina 就是呢 跟第2个 蛮像的 OK跟第2个 蛮像的 跟第2个 和第3个 OK好所以呢 我就换多一次 Malaysia 然后Selatan Thailand Indonesia 然后 Philippina OK就是一些地名 这个 包括 Philippines 文莱 新加坡 印尼 泰国南部 马来西亚 OK好所以呢这个是 这位学者认为的 Alan Melayu Alan Melayu Alan Melayu 的地理范围 OK 好所以呢 我总结一下啦 我们可以发现呢 其实 Alan Melayu 并不只是 局限在 马来西亚 OK如果我们 我们来比较这5个啊 我们来找出一个 共同点 就每个人提到的 就会发现呢 首先泰国南部 泰国南部呢 也算是 Alan Melayu 这一部分 然后呢 马来西亚 不用讲咯 然后呢 整个印尼也算是 印尼也算 好 有 有两个 有两个认为 有包括 Pakua New Guinea 有两个 所以呢这个 Pakua New Guinea 可能也算是 可能 然后呢 菲律宾呢 也是有 有蛮多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OK有三个 所以菲律宾呢 也算是一个 Alan Melayu 然后呢 有些人认为呢 有些人认为呢 是越南南部 或者是柬埔寨 所以呢 这边我画一个 虚线 所以呢这个是 这五个呢 都大部分都认同的地方 包括这个 所以呢 当然 台湾 或者是远至 马达卡斯卡的 或者是 澳洲和 纽西兰的 这边 Solomon Island 好这个是呢 比较 Great的 Alan Melayu 就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可是它的 Core Center呢 它的那个 核心范围呢 就是整个 东南亚 就是 岛屿东南亚 就是那个海洋东南亚 所以呢这边呢 就是我们所认为的 一字 这几个学者 一字 所认为的 Alan Alan Melayu 或是什么 马来世界 马来世界 OK好 所以呢当我们 理清了这个 Alan Melayu 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整个 视野呢 扩大 所以呢整个 呃 就讲的在 这片 岛屿啊 这边几个地方呢 所发生的事情呢 其实都是 属于Alan Melayu的历史 不只是在马来半岛 Saba 甚至也包括 整个 印尼群岛 菲律宾群岛 甚至泰国南部 以及 越南南部 这边也算是有 也算是我们国家的 历史的一部分 OK 好 讲完了这个 Soodood Geography OK 现在我们进入了 第二个 Soodood Soodood Empad 你看 你看啊 课本呢 有举的例子呢 我加了一个 然后我现在 一个个讲 一个个讲 好 在马一文呢 就是我们国语呢 就是Empad 大家都知道Empad 就是卡拉山人 就是卡拉山人 沙巴的一个土族 我们叫Empad 好 这边我找到一个呢 就是我找到的 Barsan Amis 阿美族在台湾的原住民 叫做Sepad 好所以呢 你没发现呢 他们呢 有一个共同点呢 就是后面一个 Bad 看到吗 Bad 他的S呢 就是Bad 我们叫S 我们叫Bad 所以Bad Bad Bad 所以Bad呢 就是 S 就是 为什么呢 有共同点呢 他们就认为 马来语啊 或者这些语言呢 是 算是 同种的 同源的 同根的 叫做Seroomboon 这个词呢 一定要 记起来 Seroomboon 叫做 同源 同源 或者同根 就来自同个祖宗的 同根的 Seroomboon 然后呢 这些语言呢 全部归纳为 Bahasa Australesia OK Bahasa Australesia 就是我们所 我们所 讲的 南岛语系 如果 要讲 华语的 华语的 意思 或者南岛语系 南岛语系 所以呢 这个南岛语系呢 它也算是一种 一种证据啦 证明了 这些地方呢 在古代啊 其实 同根的 同种的 就好像我们的 广东话 福建话 那些 海南话 也就是我们的 北方话 Mandrine 这些都是 华语嘛 对不对 而这些呢 叫做Australesia Bahasa Australesia 南岛语系 是同种的 所以呢 就表示呢 在 古代可能 2000年以前呢 这些地方呢 都住着 同一种 种族 说着 同一种语言 可能过了 大概 漫长的 1000年2000年过后呢 语言开始 慢慢的变化 可是 在一些 重要的 或者一些 关键的 那些 词汇上面呢 还是保留着 一些痕迹 证明的他们是 Serubun 同根的 除了 M-8之外 Lima 也是一样 我们看一看 Lima OK M-8 Lima Bahasa M-8又是Lima Bahasa Jawa Lima Bahasa Takalok Lima 也是 Bahasa M-9 Lima Bahasa Kalasan Lima Bahasa Amis Lima 也是Lima 所以你看 马来西亚 马来半岛跟台湾 也是很远的距离 可是他们 当地原住民 Kalaman 的马来人 也是用着Lima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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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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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 就表示呢 在 可能两三年 两三千年前 他们可能 都是来着同个祖先的 然后呢 说着同个语言 Alright 这个是一个 从Sudubbahasa来论证 这一片土地呢 是属于 Alam M-Layu 讲完了 Alam Sudubbahasa 现在讲出一个 Sudubbuddhaya Sudubbuddhaya 就是文化的角度 这边的课本呢 它只是举出几种 文化的角度的种类罢了 它并没有点例子 所以我们就 就讲一讲啦 Buddhaya Sarumpun 叫做 文化同根 到底有什么文化呢 或者是有什么 什么种类的文化呢 是 是同根的 比如在古代呢 第一个是信仰 OK 然后呢 Yisubb Kesanian 第一个 Kesanian 信仰 第二个 Yisubb Kesanian 第三个 Besratan 一些文献 或者是一些 洗作的方式 然后第四个 Adab 习俗 第五个 Tulisan Bahasa Tulisan 语文 语言语文字 第六个 Structural Social 社会结构 这六种呢 再这么巧呢 在这个 阿拉马拉优 都有一些 相似性 就好像 比如 Kotong Royong 这边有提到的 Kotong Royong 大扫除 就讲呢 在 这篇 阿拉马拉优里面的 不同的民族呢 他们都有这个 这个习俗 这种方式 叫做 大扫除的方式 比如或者是有 Vayan Kulik Vayan Kulik Vayan Kulik 是那个皮影戏 在吉兰当里找到 在 沼瓦岛也找到 所以沼瓦 跟吉兰当 Yawa跟格兰当 很远 可是都有出现 同样或者类似的 皮影戏的 一些艺术 证明了 这两地呢 说不定的就是 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Serubun Udaya Serubun 同根的文化 OK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这一刻呢 一点也只是 给你们 同学们呢 讲一讲 concept Alam 马来 所以呢 你们只 需要记住 一个重点 就是 Alan 马来 是 很 辽阔的 就是 包括 泰国南部 包括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文来 或者是 越南南部 这主要地方 叫做 Alan 马来 所以呢 把这个概念呢 弄清楚过呢 这样子 下一刻呢 或者下几堂课呢 你们就明白 那些 曾经在 Alan 马来 出现过的 王朝 你们就会觉得 这些王朝 其实 跟我们 历史呢 是有关系的 而不一定是 外国的历史 它是属于 Alan 马来 的历史的 一部分 OK 这样节课呢 就到此为止 下次呢 我会继续 讲解 Alan 马来 的 早期的 王朝 我们 下次见 Bye